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談一談毛左和偽民主派這兩個群體 講一講他們在未來大變革當中的走向 以及民主派將來怎麼樣對付他們 說起來毛左呢,大家第一個想到的人物 肯定就是孔慶東 因為這個人身上有一些典型的毛左的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面目可正,語言粗俗 孔慶東的那個醜啊,那不是一般的醜 那是一種啊,來自靈魂深處的醜陋 大家看見他這個人,就覺得啊 這個古人發明相由心聲這個詞的時候 那是多麼的有智慧 有些人他內心裡面的這個邪惡醜陋 實在是太多了,裝不下了,隱藏不住 就會外溢出來,表現在他的這個面部表情當中 時間一長了,那這個整個人的面相就很醜陋了 林肯曾經說過啊,他說人30歲以後 要對自己的相貌負責 那有些人呢,即使是爹媽給的這種相貌不太好 但是呢,因為天性善良,身性平和 長大以後,他總是給人感覺的很舒服 讓人覺得不覺得他醜陋 還有一些人呢,就正好相反了 他內心邪惡醜陋,外表呢 也會讓人感覺到厭惡,孔慶東啊 就是屬於這種人 那麼他呢,還喜歡講粗話 他的有個外號叫做孔三媽 當年有一個南方報系的記者去採訪他 他聽說對方是南方報系的 知道南方報系曾經批判過毛左 當場啊,就對這個記者發表了 連著說了三個,怎麼怎麼你媽 那這個故事呢,就在社會上啊 廣為流傳,給他贏得了這個外號 他本人呢,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 按理說呢,應該是知道很多的文明禮貌的詞彙 但是他偏偏不用,就是喜歡用粗言諱語 這是毛左的一個特徵 因為毛澤東曾經教導他們 知識越多越反動 在毛澤東的觀念當中啊 文明禮節那都是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產物 無產階級呢,那就是要用一些粗俗的 反文明的語言來顛覆大家的認知的 那還有一個特徵,就是暴力傾向嚴重 孔慶東曾經說過啊,他說他很想殺人 沒殺呢,是因為怕死,怕被槍斃了 要是哪一天中國沒有這個死刑了 他一定呢,會去打開殺戒 好在他是個膽小鬼 如果他的膽子啊,像中東的那些恐怖分子那麼大 那不知道中國多少人會被他害死 雖然現在啊,這個毛左還沒有大規模殺人的紀錄啊 但是打人的這個紀錄啊,已經有很多次了 比如說另外有一個斯文敗類,叫韓德勤 他也是另外一個大學的教授 那有一次呢,看見一位老先生 評價毛澤東的時候啊,直言不諱 他衝上去就打人家 那我這裡啊,舉了兩個毛左的典型人物 都是教授,大家千萬不要誤解啊 以為啊,在這個教授裡面呢,毛左很有市場 中國教授裡面的這個壞人確實不少 但是呢,絕大多數都是小壞 比如說啊,搞個學術造假啊,潛規則個女學生 但是他們受害者啊,這個範圍是比較小的 而孔慶東、韓德勤這樣的這個毛左 他們的受害對象,那是整個社會 那些啊,這個沒有是非觀念的 或者說判斷能力很弱的人 就非常容易受到他們的蠱惑 他們的這個危害啊,非常大 他們是知識分子當中的敗類,敗類當中的戰鬥機 他們是用有毒的這種情緒 有毒的語言,來危害社會的 絕大多數的這些高級知識分子啊 他們對毛左是嗤之以鼻的 那韓德勤、孔慶東他是另類的啊 他們是毛左的代言人 但是毛左的骨幹群體,不是知識分子 是什麼呢?他們是過去的紅衛兵 是文革的漁獵 他們多數人是沒受過很好的教育的啊 中國很多城市裡面呢,都有一些公園 在公園裡面呢,有一些老百姓去議政 那那些公園呢,就經常是毛左聚集的地方 大放爵池,大唱紅歌的地方 大家去那地方看一看呢 就有很多這些老年的毛左在那聚集 比如說北京的有景山公園 這個武漢的有濱江公園 在那些地方,毛左非常的猖獗 毛左這批人在文革的時期啊 他們是打砸搶的主力啊 迫害知識分子啊,迫害地富反壞右 但是他們也批鬥過一批中共的領導人 所以後來鄧小平上台了 就把他們定義為三種人,成為打壓的對象 所以這批人呢,折服了很多年 最近這十幾二十年呢,這批壞人變老了 但是老而不死,又開始做壞了,做怪了 現在成為毛左的骨幹 如果毛左僅僅是這批老傢伙,那不要緊 反正他們快死了 關鍵是有很多年輕人很容易成為毛左 他們呢,雖然在思想上沒有老毛左那麼頑固 但是呢,在行為上面可以說是和這個老毛左一脈相承 幾年以前曾經有過一次全國性的反日大示威 其中呢,參與的大多數的人呢,都是年輕人 他們的暴力傾向,跟那些老毛左比起來 一點都不信色 那次事件當中有很多賣日貨的商鋪就被損毀了 很多日系車被砸了 其中有一個極端的例子 就是西安有一位日本車的車主 開車上街的時候正好遇到了遊行 不僅僅是車被砸了,而且人呢,也被打成了終身癱瘓 打他的就是一個很年輕的一個毛左 那毛左現在已經成為一股思潮了 北京有一個民運的理論家叫扎建國 扎先生呢,他這個理論功底非常深厚 善於提綱協領,善於總結歸納 他說呢,中國現在有三大思潮 一種思潮是在體制內的,兩種思潮主要是在體制外的 體制內的那個思潮就叫做改革開放思潮 也就是所謂的有特色的社會主義 發源於鄧小平 後來呢,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 就不斷地修改現在的這個權貴資本主義的理論體系 就是這個思潮 民間呢,還有兩大思潮 他們是互相競爭的,互相對立的 第一種呢,就是民主憲政思潮 這個大家都理解,我就不多說了 第二種呢,就是毛左的思潮 毛左思潮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他有一些很鮮明的特徵 第一個特徵,就是他們鼓吹平均主義 要消滅私有制的,建立公有制的 他們認為私有制都會衍生剝削 發家自負的人都是靠削來的 都是有原罪的,都是不道德的 私有制是所有的罪惡的根源 那麼怎麼消滅私有制呢? 那就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所以毛左的第二個特徵呢 就是崇尚暴力 主張階級鬥爭,主張用無情鬥爭的方式 消滅私有制,還要順便把那些 擁有財產的資產階級也給消滅了 第三個特徵,就是鼓吹極端的愛國主義 反民主憲政,他們表現為極端的排外 叫囂說林肯中國不長草,也要收回釣魚島 經常要和平美國和平台灣 其實他們不是真排外 如果是真排外的,他就不會相信馬列主義了 馬列主義就是外面來的 他們只是打著排外的旗子 來抵制西方的民主憲政的思想 來抵制普世價值 很多朋友有呀 這個毛左他只是一種很過時的思想 是紅衛兵魚裂的這個意淫的工具 這是大錯特錯了 大家太親視毛左的危害性了 現在毛左還僅僅是在精神領域裡面的一種讀書 但是將來一旦大變革開始了 一旦中共現有的統治秩序崩潰了 一旦民間的政治力量有機會集結的時候 毛左思潮就會轉化為一種貨真價實的政治力量 那現在的三種思潮將來都會轉化為政治力量 這三種政治力量的角逐、博弈就會決定未來中國的走向 為什麼我說毛左非常可怕呢 是因為毛左所鼓吹的這種平均主義 對社會最底層的那些窮人來講 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現在中國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都是窮人 那中國農村人口大概有八億多人 其中絕大部分90%以上都是窮人 而且在城市裡面至少也有一半的人是屬於貧困人口 總共加起來 中國的這個貧困人口至少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 而且隨著現在的這個經濟狀況的進一步的這種惡化 隨著這個經濟崩潰的到來 有一部分中產階級也會變成社會底層變成窮人 這些窮人當他們感覺到自己沒有出路的時候 當他們覺得這個惡劣的社會環境當中 他們完全沒有發家致富的希望的時候 他們就會非常容易的被這個毛左的理論所吸引 就會非常的希望實行平均主義 所以貧困他是支持毛左的溫床 而且中國的這個貧困階層特別龐大 將來還會更龐大 所以毛左發展壯大的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大家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毛左一旦勢力壯大了 中國那就會陷於長期的這個貧困和暴力當中 毛左他們要攻擊的對象 他們要用暴力來消滅的對象 不僅僅是當權的那些權貴 不僅僅是貪官污吏 他也會包括民營企業家 也會包括知識分子 他們會無情的打擊他們在政治上的反對派 包括我們這些民主派的人士 如果毛左的勢力壯大了 那麼上個世紀鎮壓反革命 迫害資本家反右大躍進來那些運動 就會在中國重演 中國將會被他們再一次的拉入貧困和暴力的深淵 很多人現在擔心中共會用武力 大規模地進行屠殺未來的民主運動 我曾經做過幾個視頻分析過這種可能性 非常小根本不存在 他們最多是可以有小規模的殺害 這個謀殺呀狙擊他們有這個能力 但是大規模屠殺他們根本不可能 他們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毛左派呢 他們會這個比中共啊 他們的這個威脅大得多 中共是垂死的 病得要死的老虎 毛左派呢是非常有活力的 新生的狼群 那這一批人呢 他們對中國未來的民主憲政的威脅是更大的 他們呢 毛左啊現在不僅僅是在民間非常有潛力 而且呢在中共體制內也有一部分呢 是他們的支持者 以前呢薄熙來就被這個毛左是當成是這個領袖 薄熙來倒了之後 中共黨內的高層雖然是沒有人呢 敢大張旗鼓的宣傳毛左了 但是暗中知識和縱容左派的毛左派的 那人是不少 為什麼現在毛左這麼囂張呢 做了這麼多違法亂機的事情 居然沒有受到嚴厲的懲罰呢 就是這個原因呢 雖然他們反對中共現在的這個權貴資本主義 但是中共還是一再的容忍他們 甚至有一些毛左啊 他們公開的阻擋了 很長一段時間 他們都沒有被拘捕 後來聽說有一個阻擋的毛左被拘捕了 但是呢很快又被放掉了 中共當權派現在對待毛左 並沒有真正的進行打壓 可以說是高高崛起輕輕放下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因為中共在給他們自己留後路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絕對不可能 持續太久 89年以後 當中共看見蘇東這個共產主義集團 一夜之間就倒塌了 他們意識到這個政權崩潰是必然的 而且是很快的 所以說中共高層呢 要為未來要下一些賭注 要跟那些未來可能崛起的政治勢力 要產生聯繫 並且呢要控制他們 毛左呢 他們做一個整體啊 中共當權派當然是他們反對的對象 但是他們同時呢 他們也抱這個希望 他們希望中共黨內啊 出現一個毛澤東式的人物啊 出現了這個一個新的紅太陽 所以如果是習近平哪一天呢 他拋棄了現有的這個改開路線啊 搖身一變變成毛左的領袖 大家一點都不要感覺到奇怪 這兩股力量是很有可能合流的 當然了 中共他們也不會啊 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面 他們會在民主陣營裡面呢 也布下一些暗線啊 在國內呢 他們主要是在文化界企業界啊 扶植了一批明星 他們看起來啊 這批明星呢 好像是在宣傳民主憲政啊 好像接受了這個普世價值啊 也經常抨擊時政啊 對中共啊 也經常出言不遜 但是呢 他們真正啊 這個動機啊 那是另外是 那絕對不是這個真正的 要促進民主運動的 如果他們是真正的民運人士 那早就被迫害致死了 你像這個劉曉波搞了一個08憲章 現在已經被迫害致死了 跟他一起搞明08憲章的這個張主化先生 現在還被軟禁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們呢 這個大仗旗鼓的啊 這個 抨擊時政 中共根本就這個不碰他們 而且呢 還讓他們的言論呢 在這個互聯網上面廣傳 讓他們贏得巨大的聲望 讓他們掌握這個話語權 那麼在海外啊 他們也培養了 中共也培養了一批啊 民主大V 中共過去一直是向海外送人的 以前送的那些呢 基本上都是出來做臥底的 都是一些啊 戰術性的特務 搞一搞啊 這個收集情報啊 挑起內斗這種小動作 但是到了90年代 國安系統啊 就派出了一批啊 青年骨幹 這些人呢 有才幹啊 受過高等教育 其中有些人出國之後啊 就打入了西方的主流社會 成為西方這個文化機構 或者是智囊機構的成員 還有一些呢 就成為啊 這個對華人繼續洗腦的 這些中文媒體的創始人 那去年呢 這個在洛杉磯喬報 有個董事長被槍殺了 他就是這種人啊 另外還有一批人 就成為民主派的大V 那中國的民主派啊 現在還沒有形成全國性的 這種組織體系 現在還是一盤散沙 真正的啊 掌握民主派的這個方法 那就很簡單了 那就是塑造幾個民主派的大V 讓他們掌握這個民主派的話語權 這樣呢 他們將來就有可能成為民主派的領袖 那麼怎麼樣製造這樣的大V呢 那就是靠他們呢 這個寫書寫文章到處做演講 真正的民主派知識分子 你寫一篇文章就可能因言獲罪了 那而中共扶持的這些大V呢 他們可以連篇累度的啊 出書出文章 而且還可以在國內公開發行 還可以啊 成為中國的這個社會名流 出入人民大會堂 翩翩一隻雲中鶴 飛來飛去大會堂 其他的這些真正的民主派的人士 大家一起吃個飯 都會受到警察的騷擾和阻攔 但是呢 中共扶持的這些人 他們可以啊 在全國各地遊走 建立他們的粉絲群體 這就是啊 中共在民主陣營裡面 布下的暗線 那前些日子啊 聽說有一個大V 回國被抓了 大家千萬不要為他操心啊 過一段時間 他一定會安然無恙的回來 被抓的原因是什麼呢 那是因為中共啊 過去幾年內鬥有點失控 這個情報頭子像令吉華呀 馬劍這些人啊 都被內鬥當中啊被整肅掉了 那麼他們手下呢 有一大批人啊 就成了孤魂野鬼了 在外面遊蕩好長時間 那麼現在中共啊 想重新啟用這批人 但是呢 對他們過去這幾年的這個啊 幹了些什麼不太有把握 也不知道他們呢 現在是不是已經叛黨投敵了 所以說要對他們呢 進行回爐再造 發現沒問題了啊 考驗過沒問題了 再會放他們回去 所以大家放心啊 如果是那些有問題的 他就根本不敢回去 回去的就是沒問題的 真正起了二心的 像那個僑豹的那個董事長 那中共會毫不猶豫的 就把他們幹掉了 在過去這段時間呢 像加拿大呀 日本呀 澳洲 聽說都有人呢 就回去接受考驗了 大家都以為他們是被抓了 但是過一段時間 又都回來了 又都上港了 重新上港了 那麼現在還沒有回來的呢 很快就會回來 好了 言歸正傳啊 我們來說一說 將來一旦中國的這個大變局開始了 那麼毛左和偽民主派 他們會做些什麼 他們會對民主這個民主進程 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那毛左呢 他是一定會形成一個陣營的 在將來的這個大變局初期 毛左和這個民主派啊 他們會平行發展 都會把中共當權派當作敵人 但是當毛左啊 勢力壯大了以後 他們一定會把矛頭指向民主派 他們會用暴力手段來對付民主派 如果他們是和這個民主派 勢心力敵的 或者是勢力甚至是大於民主派 那麼他們就會採用這種紅色恐怖的手段 來進行政治鬥爭了啊 就像1918年那個布爾什維克發動政變一樣 就像當年的這個法國大革命時期 雅各兵派他們採取恐怖手段 對付其他的革命者一樣 他們的手段將會是非常血腥恐怖的 那麼怎麼樣阻止這種事情發生呢 難道我們這個民主派啊 先下手圍牆也採取恐怖手段 當然不行一定不行啊 如果說我們採用這種手段 來對付政敵 那麼民主派就不叫民主派了 那麼我們的這個民主事業也就搞不成了 那麼我們怎麼辦呢 唯一的一個辦法就是啊 我們要迅速的壯大自己的實力 把實力壯大的要比毛左派大得多 要把他們遠遠的甩在後面 讓他們根本沒有產生這種挑戰的願望 這種可能性 就像一個幼兒園的小朋友 他怎麼可能去想啊去挑戰權王阿里啊 因為大家實力相差太懸殊了 我們如果是把毛左派遠遠的甩在後面 他們就不會挑釁了 民主派那個時候才會安全 民主才有可能成功 那麼怎麼樣 在一個這個貧困人口 占絕大多數的國家 而且是長期被中共洗腦的 被專制文化毒害的這種國家 來發展民主派呢 怎麼樣在這種啊 特別容易資深毛左的這種溫床上面 我們要種出民主的花朵 民主的莊架怎麼辦呢 大到至簡 做到啊下面的幾條就可以了 那第一條呢 就是民主派陣營一定要制定一個中間偏左的政治綱領 在正常的民主國家 所有的政黨啊 他都是支持民主憲政的 那但是有一些政黨是屬於左派政黨 他們的經濟社會綱領呢 是有利於 傾向於社會底層和中間偏下階層的 那麼另外一些政黨呢 它是屬於右派政黨 他們的經濟社會綱領呢 是偏向於社會上層 或者說這個中間偏上階層的 但是呢 在中國民主轉型的這個過程當中 由於我們的這個社會階層呢 社會底層特別龐大 中間階層特別弱小 所以說我們所有的民主政黨 民主派的政黨 必須得都是左派的 民主派的綱領 必須全部是左派的綱領 因為為了打敗這個毛左 民主派必須採用絕大多數民主國家中啊 那些比左派還要更左派的立場 我們跟毛左的最大的區別就是啊 他們要搞公有制計劃經濟 而我們要主張的是私有制和市場經濟 除此之外呢 在這個基礎上 我們要特別的注重啊 保護窮人的利益 保護勞工階層的利益 保護農民的利益 要特別的注重發展公共服務系統 比如說啊 要給全體國民要提供免費的醫療 平等的教育 完善的養老體系 要徹底的反轉過去那種不公平的分配體系 民主派要讓底層的民眾老百姓呢 覺得我們的承諾不亞於毛左派給他們的承諾 而且呢 讓他們覺得我們的承諾更有可行性 可以兌現的 民主派在過去啊 這個是長期的忽視中下層這個人民的 他們的經濟訴求和這個社會訴求的 我們太過於關注政治層面的東西啊 比如說在八九年的時候 那麼一場聲勢浩大的這個運動 即使是那些參與運動的那些知識分子 那些啊 對這個學運有影響的那些政治學者 他們也沒有提出啊 讓普通老百姓覺得有吸引力的 這種經濟和社會的綱領 後來整個社會運動啊 不能夠把工人農民階層啊 調動起來動員起來 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這個運動的訴求啊 他沒有能夠打動這些階層 那後來到了2008年的時候 中國民主派又有一次大的新的集結啊 一萬多個人簽署了林八憲章 林八憲章是一份啊 這個非常偉大的重要的啊 里程碑式的這個宣言 但是很遺憾的是呢 在這一份宣言當中啊 仍然沒有能夠吸引中下階層人民的這個 經濟和社會訴求 在下一次的這個社會變革當中啊 民主派必須得改變這種做法啊 我們必須得提出一整套 讓普通的工人農民感覺到熱血沸騰的這種綱領 比如說啊 民主派可以提出 我們要把所有的土地平均分給農民 這樣我們就可以啊 贏得大部分的農民的支持 也可以提出 全國老百姓都均分國有企業的股份 這樣我們就可以贏得大多數啊 貧困的老百姓的支持 當然了這個計劃 不是說一夜之間就可以實現的啊 要經過這個啊 有些科學的方法 逐步的來進行 但是呢 我們一定要率先提出這樣的政治綱領 而且呢 我們還可以提出啊 這個所有的業主 他不僅僅是擁有房產的 而且擁有房產下面的土地 要廢除70年土地使用權的制度 這樣我們就可以贏得 幾乎是所有業主的支持 那對那些沒有產業的人呢 我們也提出這個居者有其屋的計劃 告訴他們 即使你沒一分錢 你們也可以住進政府提供的 免費提供的這種房屋 在現在中國現有的生產力條件下 這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大家一定要相信啊 這種政治綱領一出來 毛左派的那一套 什麼工有制啊 計劃經濟那就沒市場了 大家想一想啊 如果你是一個窮人 你是願意啊 這個得到自己的土地 得到自己的企業股份 然後自己還可以隨意的 處置這些財產 還是願意啊 這個跟其他的所有人一起啊 在這個所謂的國有制的這個框架下面 當這個虛擬的國家主人 當然了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啊 自主成為業主 第二呢就是要在政治操作方面 我們一定要處處領先啊 跟這個偽民主派相比 我們沒有資金沒有民生啊 也沒有組織這個後面的支撐 那麼跟毛左派相比呢 我們又必須啊 保持政治上道德上的底線 不像他們那樣啊 無數不為 所以我們很容易就在競爭當中啊 處於劣勢 那麼怎麼樣避免這種劣勢呢 我們只能夠在政治操作方面呢 要比他們技高一籌 必須得處處的佔盡先機 比如說啊 當全國有很多個城市 同時爆發街頭運動的時候 我們就要當今立斷 全力出擊 在這個革命爆發的初期啊 就迅速的掌握這個街頭運動領導權 掌握領導權之後 又迅速的對參與者進行組織化 把民主陣營、民主組織擴大 當我們把絕大多數的這些抗爭人士 把他們納入我們的組織體系之後 那我們這個民主憲政的目標 也就成為他們的目標了 大家要知道啊 絕大多數中國人 他們對民主憲政沒有興趣 但是呢 他們也不會反對民主憲政 那麼他們決定參與哪一個這個陣營 不參與哪一個陣營 是有哪些條件決定的呢 那第一個呢 就是看哪個陣營的他們的經濟社會綱領 更符合他這些老百姓的利益 更符合他們的喜好 第二個呢 就是看哪個陣營率先把他們納入自己的組織體系 這就好像是那個高明的推銷員 他怎麼樣把一個買家並不感興趣的產品 把它賣出去呢 首先呢 他就要給買家提供一個他感興趣的產品 然後再把這個不感興趣的產品呢 打包拜給他 那在政治上面 這個打包的動作啊 就是組織化 那一個人加入一個組織啊 他就意味著啊 他支持這個組織啊 他這個組織有他特別認同的一些訴求 但是也意味著他同時接受了這個組織 提供給他的一些他不感興趣的這些政治目標 我們就是要把我們的政治訴求 民主憲政的訴求和大多數老百姓感興趣的經濟社會訴求 綁定在一起 打包 把未來的中國推銷給他們 我們用這兩個方法 就把絕大多數的貧困的這個老百姓呢 納入了民主陣營 然後呢 又帶著他們在這個民主陣營當中啊 為他們的利益啊 衝鋒憲政 那這個時候毛左派就被我們遠遠的甩在身後了 他們想跟我們鬥都沒資格 只能跟在屁股後面呢 使勁的追 所以說 我們呢 要避免和毛左直接產生這種爭鬥 我們就必須的大幅度的超越他們 如果我們呢 真是淪落到要跟他們呢 面對面的鬥爭 那就說明我們呢 真是這個 這實力太少太小了 民主憲政呢 這個前景就危險了 我們也都危險了 毛左派啊 他們即使勢力很小 他們也會心風作浪啊 也會挑起一些啊 這個暴力衝突 這個在未來的變局當中是很難避免的 但是只要他們勢力不大 就不會影響大局 出現這種情況的時候 當然我們也一定要採取應對的措施 首先呢 就是要跟他們劃清界限 要表明我們這個反對暴力啊 追求法治的這種立場 然後呢 要動員媒體啊 動員老百姓來聲討這種暴力罪行 尤其是當他們呢 用暴力來對待民主派的這些參與者 對待普通老百姓的時候 要聲討他們 當這個大變革開始的時候啊 偽民主派他們也會啊 盡力搶奪話語權啊 但是他們呢 這個也不能夠形成自己的實力 他們只能在民主派內部啊 這個寄生在內部 那怎麼樣能夠防止他們 產生破壞作用呢 真正的民主人士 跟那些偽民主派相比啊 他多了兩個天然的條件 第一個優勢啊 天然的優勢就是我們有主動性 我們想到的事情馬上就可以去做 而偽民主派呢 他們還有喪失 那他們有中共喪失批准之後 他們才能夠去做 他們不能製作主張 所以我們可以搶佔先機 而他們呢 就只能跟在後面啊 一步一期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可以對中共 採取一些啊 致命的這個狠的招數 比如說啊 當這個人群聚集了很多之後 我們就可以領著人群直接去佔領 去衝擊政府機關 或者是佔領電視台 而這個偽民主派呢 他們是絕對不敢的 他們絕對不敢呢 往自己的要害捅刀子 我們呢 到處都佔先機 那麼偽民主派呢 處處就落後 自然呢 他們就會失去話語權 千萬不要用抓特務這種方法 那種方法 只能在自己的陣營內部引起爭論 不必要的爭論 引起分裂 真正的民主派 只需要實實在在的做事 始終是走在隊伍最前面 我們就能掌握話語權 在變革當中啊 那些靠中共扶植起來的啊 浪得虛民得來的那些影響力 那些為民主派的影響力 他絕對不會持續太久 中國很快就進入一個大變革的時代了啊 就秩序崩潰 那是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很多老百姓對現狀啊非常不滿 我在上一次的視頻當中就講過 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不滿 而且走上街頭 那麼統治秩序就會崩潰 這一天呢很快就到了 現在呢很多體制內的人啊 現在也想引爆變革 其中有一些人呢 甚至比我們普通老百姓 更加期待變革啊 因為習近平呢 他這一架絞肉機已經開足馬力了 那麼大部分體制內的人 現在是缺乏安全感的 活在極度恐懼之中 他們恨不得就把這個秩序啊 馬上就砸爛了 大家看啊 3月底到現在這段時間呢 全國各地密集的爆發了很多大規模的事故 大爆炸啊火災啊 這不是巧合啊 絕對不是巧合啊 這是有人在背後搞小動作 誰能搞這麼大的小動作呢 那就是體制內最高層 他們就是想通過一系列的這種災禍 造成一種啊 這個災禍頻發啊 局面失控的這種事態 為下一步的這個惡鬥 製造一種氛圍 現在各種破局的這個因素啊 現在都已經匯集在一起了 中共的統治危機很快就會爆發 未來的這個政治博弈也會非常激烈 勝負啊 都是未定之數 而民主憲政是否能夠建立起來 就要看我們民主派的這個實力 將來能不能夠超過毛左派 能不能夠超過這些反民主派的實力 那事在人為 所以希望用民主理想的人 現在啊 一定要腳踏實地 那一定要位於籌謀 現在要加緊準備 好今天呢 我就講到這裡 下一次再見 謝謝大家的收看